OK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车架 那就是死老鼠 当然我手里面呢 不是它的正版原版 而是国内的一个复刻的版本 国内比较主流的复刻版本 就两个 一个是雷模 一个是环琪 环琪可能出的更早一点 但环琪后来转型了 这块东西做的会比较少 市面上面存饰的也比较少 所以说到后期来说 大家都主推雷模更多一点 而且雷模会有比较多的版本的选择 它有低配的高配的 以及是这种大脚 越野 这样在同一个平台上开发出来 很多的车子 我自己其实之前在两三年前 应该不止可能四五年前 买这个雷模的时候 也是看了很多的这种评论 说环琪就是垃圾 雷模非常好 我就买了雷模 因为价格也没有差很多 完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说 现在我两个车架 又收过来对比下来 我凭我自己的感受 其实没有很大差异 可能就是在强度 包括是一些细节设计上面 雷模的确是更本土化一点 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1比1还原的版本的车架 当然材质的质量 还有强度各方面 没法和T厂原厂去对比 但是体验上来说 还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内容创作闭 记得长按点赞 并关注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的整体造型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短卡的样子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大梁 后面也有一个很宽的减震的系统 来防止车子前后撞击的时候 来进行一个保护 同时能看到这个比较宽的车格 也能保住避震塔 以及是车身里面的一些设备 那相对来说 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后面加一个备胎 这样看起来 更加有它短卡的风味的同时 也增加一下后面的配重 我们把车盒打开来 再看一下里面这样的一个设定 很经典的死老鼠 就是很多很多尼龙件的一个造型 很多小班会在后期去改装 升级很多金属件 过分的去依赖金属件 其实有的时候是 反而是过有不及的这件事情 比方说有些零件本来是可以吸能的 你做成金属之后 一撞了可能整一套周边的地方 都会被撞烂 然后你这个零件没有换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本来你只要换一个小零件 现在你整个车子 一大块零件都要换掉了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 金属的零件有个特点 就是比较耐磨 精度比较高 这个就是每个都有每个的优点 那要看你放在什么地方 以及是你怎么样去设计 没有绝对的说 金属就一定比尼龙好 或尼龙一定比金属好 这样的说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车子底盘 中间是六角形的一个结构 那前后两个差速器的盒子 加上避震塔 以及是车身下面的一些保护壳 来形成了整个车子基础的框架 加上前后还有两个这样子 减震防撞的一个机构 这就是车子主要的一个系统 那另外呢 就是四个独立的悬挂 用一个很粗壮的摆壁 加上这种可调的上摆壁 来形成了 前面会多一个可调的拉杆 那这里面可以发现的是 它里面的这一个转向的系统 包括后面的C座都是挺粗壮 所以这个车子其实整体强度还是不错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中间会有一条传动轴 那后面这里会有一个电机 通过一个马达尺到大尺 然后加上传动轴和前后差速器的形式 实现四个轮子的传动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 从这个差速器到四个轮子上面的连接方式 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CVD或者狗鼓 而是一种尼龙套筒的形式 在合理的这个动力范围之内 这套系统其实还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缺点就是看起来会比较low一点 同时在这个车架里 其实有一套非常原始的 机械式的牵引力控制系统 它在大尺上面会有一个摩擦片 来控制车子的牵引力 也就是说你合理调节这个摩擦片之后 你很疯狂的大脚油门的时候 它会吸收掉一定的能量 防止车子过度的抬头 让车子比较稳定的进行一个行驶 一个很原始的机械式的牵引力控制系统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蛮有创意的 当然T厂以前更早的一些后驱车型里 就已经引入了这个设计 但是很多小伙伴比较倾向于 把摩擦片给锁死 丢失掉牵引力控制 而得到一个更强劲的爆发力 接下来就是经典的两眼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子尺寸规格 以及材质用料的厚度 首先整个车子长度是55公分 轴距是来到了一个32厘米 以及是车子两个轮子之间的宽度 达到了289公分的样子 这个车子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瘦长的造型 特别是前后的防装部分的长度还是蛮长的 前后大概都有一个10公分左右的长度 后面会长一点有12公分 在材质用料方面 可以看到这个车子整体来说 都是很粗装的尼龙材质 轮胎的直径有大概是105毫米的一个直径 宽度差不多是42毫米 前后轮胎规格是一样的 相对来说比较夸张一点 就是它这个传动的携购 因为是一个尼龙套筒 有1.1公分的粗度 前面避震的粗度达到了18.5毫米 后面的避震一样也是18.5毫米 而且前避震的长度 86毫米的一个长度 那么后避震的长度可以来到更长一点 大概是一个105毫米的长度 然后就是这个车子采用的前面的 这个尼龙的下摆臂 最粗的地方大概是11.3毫米的厚度 比较简单的一个几何的造型 后面的厚度也是一样的 大概也是11.3毫米的一个厚度 那整体上来说呢 它这个整个四周这一圈看起来都是非常粗壮的 车架的这个底盘呢 大概是一个2.5毫米的厚度 在边缘的中心的地方呢 我们是测量不到的 这个金属铺板是一个额外加装的项目 它的厚度大概是1.5毫米的厚度 还是蛮沉的 4毫米的粗细的上拉杆 防撞这里有一个6.2毫米的粗细 这个弹簧板大概是一个3.2毫米 那后面的防撞呢 是一个差不多5.9毫米的一个粗度 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比较粗壮 但是后面这里上面第二层呢 是比较容易断裂的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点备用件 总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死老鼠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车架 特别是国产版本呢 性价比会非常的高 那环琪和雷模我觉得都挺好的 各有各的特色 那相对来说 现在市面上比较好买到的是雷模的车架 但车格呢 我的确觉得环琪的会更漂亮一点 那在设计方面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那雷模呢 稍微做了一些修改 会更加人性化一点 包括是它的选择配置呢 也会更多一点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电设方面的话题 那这个车子原来车主呢 买下的差不多是1600块钱不到的样子 他跟我说 那搭配的是一个120安4S的电条 和一个3670的电机 估计是大概2000多或3000多KV的 然后配了一个很大的马达尺 动力响应非常的暴力 各种抬头 其实我觉得已经超越了短卡车架 应该需要的量 其实完全是可以给一个大脚 来供应的一个能量的水平了 那舵机呢 应该是一个10公斤的舵机 采用的是一个支持陀螺仪的这个接收机 我觉得在短卡上面 陀螺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配置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说这样一个车架配到电设 整个下来如果说1500-600块钱 真的是有点夸张了 完全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个车架配一个大概1000出头 已经是很足够了 所以说呢在这里这个视频呢 并不是给大家来推荐说 你去买这个很老的车架 或者去收一个二手车来玩 我觉得对新手来说 收二手车真是非常难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车架是一个粉丝 非常亲情价格卖给我的 那他也没有任何的隐瞒车况非常好 卖给我之后简单收拾一下就可以玩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新手去买二手车的话 其实采坑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那你这个时代再去买个这么老车子 其实我也不会很推荐 大家也会发现现在国产车子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吧 这是一个很老的车架 曾经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复刻模仿来进行生产 到后来像雷模的一些改进啊 变形到现在更新的一些车架做的越来越好 那我觉得国产的RC呢 在走出去这件事情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那现在在国内内销呢 其实也在逐步的开放 那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车子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事情呢 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玩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爽 我们以前真的就是玩这种车子对吧 现在你可以选择的真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 各种各样的车型 而且价格的档次也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扭矩的事情 想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RC和游戏资讯 我是能牌博士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哦